9月初,亚运会乒乓球赛五大项目已全部结束,国平成九五冠之最,也了本次亚运会的最大赢家,而可喜可贺的的还有咱们国平一哥接凡人樊振东,他可以说是双喜离门了, 此次比赛在他的乒乓生涯中,第一次得得个人亚运会的男单冠,还一举拿下两枚亚运会的金牌,不止如此,在随后的国际拼联,还公布了一个大好消息,估计樊振东更是开心不已,这次的亚运会,樊振东在训练场上付出了很多很多,满满的都是心酸食,他在队内的热身赛时,就以前辈们的高要求, 要求自己,让自己的水平再进一步,为了我拿冠军也是够拼了,如今的国拼领军人物的他,要求更高了,在一次赛后的采访时他也表示,要想成为队伍的核心人物, 就必须强烈要求自,做到战无不胜,功无不克,在小编的理解上来说,就是他每场比赛都有赢,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输这次词, 9月份国际评联及时更新了世界运动员的排名情况,樊振东竟然连着6个月,稳定在世界第一的榜首,在广大球迷们担心马龙的受伤,会不会影响比赛,间接地影响到世界第一的排名,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樊振东,他在老家的手里接过棒子,扛起了中国南平的这面大旗,面对这面大旗相信他本人来说,意义非凡,再加上他如今的成绩光环,成为真正的领军人物已不远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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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